大家好 好长时间没吃羊肉了 这段时间非常想念 李叔 听说你们河南做羊肉 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 你给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别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希腊羊肉 今天咱们吃希腊羊肉 这个希是哪个希 这个羊肉是有胡椒的香味 知道吧 吃完以后就这种 希腊羊肉 希腊羊肉 欲冬的小山羊肋条 然后小米烂 干辣椒 金针菇木耳 本地的绿豆粉皮 然后葱姜蒜 木耳 这几种原料 今天这个菜加了一个 在河南的一个烹饪手法 会的一个手法 这个肉一切两段 和锅里咱们现在开始焯水 好锅里加凉水 把羊肉下进去 现在放两边姜 焯水的时候就放 现在就可以放了 对 现在放 药酒来一点也够 水开 咱们把沫打干净 好嘞 打到这个沫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上高海锅 高海锅 还得用原汤 对 原汤 高海锅上汽15分钟 就OK了 这粉皮 买过来以后都大块的 掰一下就行了 泡完以后再用手 撕一下也行 下一步咱们开始准备一下料头 小米椒切成碎一下 青红红椒切成丁就行 大蒜切成片 小葱切段就行 咱们使这个秋儿不用改刀 就这么大 切点葱姜 好嘞 准备完活 咱们这切放完了以后 咱们打开盖把肉捞出来 晾凉开始改刀 漂亮 可以 刚好 没有你 出锅 刚出锅这肉 咱们晾凉了再切 切成大厚片 这个整个一条子肉的感觉 看看厚多 好 现在咱们开始做 来点底油 咱们现在开始把小米辣 冬姜 和用油泡一下 现在开始加羊汤 现在开始加羊汤 包上锅以后加羊汤 好 过 现在下羊肉 会 大火开 大火开个五六分钟 咱们现在开始炒面 咱们现在开始炒面 大家看一下少来油 不要太多 面盆来一点点 把面炒香了 炒完以后 南汤里边加 来点盐 两小勺 然后胡椒粉 大家看一下胡椒粉 是最关键的 胡椒粉最少再给三勺 现在开始下菜 来 金冰菇 木耳 粉皮 白醋 酸 提香 咸鲜 对 酸辣咸鲜 洗了羊肉 这个再来一个汁油就行了 小葱 青红线椒 然后蒜片 干辣椒 把它爆入香味来 羊肉一倒 好 好嘞 这粉皮吃了咋样 得 真得 你越吃越香 越吃越香 我一会儿吃 这个菜真棒 稀辣羊肉 又稀辣又辣 大家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呈现 好吃 找老房 不好吃 来店里找老房 我给你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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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